王妃是歌台曾经的天后,她的人生经历也就像她唱的那首传奇一样,充满了传奇色彩。 王妃有过三段感情经历,最后又与前任谢霆锋在一起,面对外界的支持点点从不放心上,依然活出自己的风采,王妃与豆薇的感情注定有缘无分。 孩子出生不久,两人宣布离婚,豆薇没有王妃之名,迫于外界压力就好结束这段感情。 当然在那个年代,王妃经纪公司不允许把天后当成家庭主妇,让王妃把心思放在演唱方面而不是家庭上,团队开始挑唆,导致两人分手。 也有传闻说到未出轨,王妃很快迎来了新感情,与李亚鹏结婚,生下女儿李先后,两人这段感情又结束了,来得快消失得也快。 关于两人离婚,也是众说云云,李亚鹏结婚后两个人,王妃觉得她虚伪,也有说李亚鹏花心经常出入夜店,似乎又是舆论导致这段感情。 失礼,王妃为何离了两次婚,最后又与不变,谢霆锋在一起了呢? 谢霆锋没有说,却被陈道明一语道破,王妃信仰佛教,寻求灵性需求。 她的前任都为李亚鹏,都不能在这个层面满足她,愿人结婚,不是贪心丸乐,不是享受荣华富贵,也不是生儿育女,而是心灵的交流。 她的前任都为李亚鹏花心经常出入夜店,王妃信仰佛教,寻求灵性未经常出入夜店,王妃信仰佛教,寻求灵性未经常出入夜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